一人平安全家福 一人出车全家孽 最近大连多次出现了降雨降雪的天气 1月28号中午在大连瓦房店李店平房村的十字路口 一辆大货车因为雨雪天气路面打滑 撞向了一辆小货车 造成了一人被困无法自救 紧急时刻消防救援及时的出手向救 1月28号11点刚过 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瓦房店大队老虎屯消防救援站 接到大队转警 位于李店平房村十字路口北侧 两货车相撞一人被困 老虎屯消防救援站11点09分 立刻出动一车共7人赶赴现场 16分钟后到达现场经勘察和询问周围群众得知 现场大货车因为雪天路面打滑 撞向小货车主驾驶处 小货车司机腿被夹在方向盘下方 没办法抽身自救 随即消防队员们对现场实施了营救 消防队员们使用液压破拆组 先对驾驶室车门处进行扩张 但现场主驾驶挤压变形 只好对主驾驶位 座位和车门结合处进行扩张 经过谨慎又快速的操作 终于在11点40分被困人员得救 顺利被抬上120送往医院救治